首届北美温州人大会及美国洛杉矶温州商会第五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将于3月4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 2月21日大会组委会在盛盖博半岛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 美国华人社团大联盟主席林干花 美国洛杉矶温州商会前会长林选栋 现任会长刘林春 监事长王增乐 荣誉会长王兴刚 秘书长潘峰等出席 并就3月4日首届北美温州人大会的相关事宜 接受了媒体的联合采访 新时代携手创未来 是我们本次大会的主题 也是我们大会的使命 我希望以后北美的温州人 为走进新时代 这样的一个思路 大家做取自己应有的奉献 和我们以后继续发扬温州人的精神 把我们北美温州人 这样的社会延续下去 发展得更好 通过这个大会 把我们北美温州人建立起一个这么平台 提高一个新的阶段 走向一个新的台阶 创造新的采放 首届北美温州人大会 是为了顺应中美经济文化交往 日益发展的需要 凝聚温商力量 加强温商联系 共享优势资源 形成经济文化共同体 紧密团结北美温州人 合作共赢 组建命运共同体 维护温商及华人正当权益 协助温商融入美国主流 由15家北美地区 温州人社团共同发起 决定于2018年3月4日 在洛杉矶圣爱博喜来登酒店 共同举办首届北美温州人大会 大会的主题是 走进新时代 携手创未来 大会的宗旨为 弘扬温州精神 凝聚温商力量 共创 共赢 共享 推动建立北美温商经济 文化命运共同体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